据韩国媒体报道 女团本月少女在12名成员中 也有11人被确诊了 在昨日宣布3名成员确诊后 本月少女又于今日追加了8名成员确诊的消息 在此之前的2月28日 本月少女的经纪公司宣布了成员 赵夏瑟、林鲁珍、黄佳希3名成员确诊的消息 并宣布原计划参加的Crandom 2出演日程被取消 当时经纪公司方面还表示 其他部分成员也出现了症状 因此进行了PCR检查 正在等待结果 今日经纪公司方面再次发布了官方立场 将粉丝们传达了追加8名确诊成员的消息 至此除了金鲜珍之外的11名本月少女成员 确诊为新冠阳性 在11名成员确诊的情况下 本月少女原计划的Crandom 2出演日程 也成为了大众关注的焦点 目前本月少女已经无法正常参加Crandom 2出演日程的录制工作 因此暗昧的方面是否会另寻代替人选也备受关注 本月少女本身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组合 但本月少女的经纪公司正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 据悉 公司当前的资金缺口大约在数十亿韩元左右 这也让本月少女成员们无法及时得到收益分配 出道至今未得到计算的本月少女 成员出单独广告5个 固定综艺 个人油管频道 至今仍未清算 当组合正要参加大热综艺Crandom 2 让组合在火以下的时候 却遭遇几乎全员新冠的情况 可以说雪上加霜 不知道节目组会不会更换人选 如果更换的话 对于本月少女来说 压力应该非常大 希望她们早日康复吧 爱都寒舍 美儿姐说最新韩语 喜欢点赞和订阅哦